大家好,我是小熊都啦,十万个为什么开始啦! 为什么不能躺着看电视? 有时候啊,小朋友想偷懒,就躺在沙发上,躺在床上看电视。 这个时候一定会被爸爸妈妈揪起来,告诉你说不能躺着看电视的。 这是为什么呢? 躺着看电视时,眼睛的视线与电视机屏幕条不能保持在同一水平线上,这就需要浮精来进行调节。 时间长了,就会引起眼球外积和眼球内的腿撞肌发生静卵收缩,从而造成眼球胀痛、睫膜冲血、双眼流泪,甚至出现眼压增高、视力模糊和视力下降等情况。 如果小朋友经常躺在床上,沙发上看电视,还会使眼球内外直肌和上下斜肌重度疲劳,收缩失调,从而造成眼睛斜视等疾病。 青少年的身体啊,正处于发育时期,躺着看电视,不但容易使眼睛感到疲劳,还容易造成眼睛散光等疾病。 那听了这个道理以后,小朋友下次看电视,千万不要躺着咯,一定要和电视机保持一定的距离,这样才能很好地保护我们的视力。 俗话说,眼睛是心灵的窗口,只有我们的眼睛视力非常好,那我们才会有一个更好的更愉快的未来。 。